哈囉大家好 我是沈麗農 今天呢 拍這個我個人首張專輯的這個 前導單曲 我夢見你的MV 今天呢 這支MV 歌曲叫做我夢見你 那其實這首歌想要表達的就是 每個人在生活當中呢 他有對不同人事物的思念 那他往往只能在夢裡面 才能夠再跟這些他們 日所事夜所夢的人啊 或者是事物 能夠在夢裡面完完整整的去相遇 其實這一些在夢裡面遇見的這些人啊 還有事情 在你心目中都是非常的有地位的 還有位置的 所以這一次請了這個中平導演來合作 然後拍這個我夢見你的MV 他的手法比較像是一鏡到底的感覺 然後也很多拍攝方式也都挺吸引你 是我第一次見過的一些拍攝方式 一開始已經看著鏡頭就對了 讓鏡頭看得到你 對 對 用在迷迷糊糊中 這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這樣子 然後Cue糖果停的時候 你在 他 就是 臉可以不用遮掉 那很有趣喔 過程中 有這個 糖果雨 雖然說 雜到真的蠻痛的 我覺得我等一下回家洗澡 應該身上都是黑青 因為他要丟那個 小熊軟糖啊 還是那個 雷 跟糖 雷跟糖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糖果 然後從大概 三四樓丟下來吧 然後 就是要下雨 所以必須要就是 砸在身上 糖果 好 看天花板 農台太重了吧 這邊 因為他在 這應該有大概 四 四 三 三四樓這麼高吧 這個應該一二 喔 兩樓 快三樓吧 對啊 有 哇 這個 重力加速度下來真的 沒辦法 那個框啊 框那個 打到我的臉啊 好幾顆都打到我的臉 很痛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個MV裡面 主要分為三大個 場景 主要是三個夢 分別是 小時候的我 在抓昆蟲 以及 夢見這個 糖果雨 為什麼是糖果雨 當然就是農堂嘛 對 他們其實在 呃 很多個畫面裡面 都有 出現 有糖果 我睡覺的時候夢裡有糖果 我過生日的時候也有糖果 等等的 其實意思呢 就是說 他們其實 無時無刻的 都 在某些地方 然後 陪伴著我 還有第三個夢 是我 十七歲的時候 一個人過生日 對 十七歲那一年的生日 也讓我夢見了 對 就是 其實這一路上 都 可能會從 夢裡面 再次的去 遇見去相遇 這些事情 然後還有這些人 那其實在 呃 演繹的方面 呃 唱歌的表達 也有很深很深的 一個情感 到時候 就是希望大家 用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立場 來去 享受這個 我夢見 今天的MV 就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非常謝謝大家 也謝謝中平導演 這次的 合作 希望大家喜歡 我的個人手上 專輯 還有這首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這個 第一首單曲 叫做 我夢見你